花莲的观光受到地震跟台风的影响 导致游客量变少 不过近期竟然有一些不法业者 为了要刺激观光 引进外籍女子从事非法性交易 日前警方获报 有一间分租套房 有许多不明人士进出 远警就看准时机上门查气 当场是抓到了从事性交易的男女 而这位女子是泰国籍的 她才来到台湾两天 从事的第一笔性交易就被警方查到 警方伺机而动破门而入 一对男女衣衫不整 泰国籍女子甚至只包裹一条浴巾 两人从事性交易后当场被逮 警方日前获报 花莲这间分租套房 经常有不明人士进进出出 疑似在此从事不法性交易 警方持续监控和搜证后 在8月13号晚上10点上门查气 当场逮到这对男女 据了解这名被查获的33岁 外籍女子是泰国籍 她在8月11号持短期公共签证 入境台湾 8月13号搭乘火车 抵达花莲入住分租套房 当时就透过网络软体 与一名理性男子 以1500元的价码从事性交易 但这也是她来台的第一笔交易 结果就被警方查获 当场查获 仓机一人及嫖客一人 并扣得当次性交易之现金 保险套等相关证物 从事性交易的两人被依设委法 采罚3000元 而这名泰籍女子后续也交由 移民署专行队办理收容遣返 近日花莲观光受地震台风冲击 游客锐检 竟出现不法业者 接机引进外籍女子从事性交易 只是想要刺激观光 却用错方法 警方目前持续向上追查 要将不法集团一网打尽 记者曾经的花莲报导 我 桃